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断掉的手臂灵活的活动? 因为魔术师用到了一个跟皮肤颜色非常相似的断手魔术道具 表演前将自己的手臂放进这个道具里面 利用角度错位的原理就能让正前方的观众看起来 就像拿着一只断臂在手中把玩 除此之外,另外一只手也需要戴上手套避免观众怀疑哦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两个铁环瞬间穿越在一起? 因为魔术师的其中一个铁环有个缺口 表演前把这个缺口夹在小纸的位置隐藏着 紧接着两个铁环敲打的瞬间 另一个铁环就会从这个缺口进入 只要速度够快就能实现铁环穿越的魔术效果 为什么魔术师把矿泉水倒进杯子里面 竟能够让它消失不见? 因为魔术师事先就在杯子底部加入一种叫凝固粉的秘密武器 这种粉末能够让液体瞬间凝固 所以表演的时候只需要往杯子倒入液体再等待两秒钟 液体就会凝固在杯子底部 就算把杯子倒过来也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魔术师把杯子里面的绿色小球丢掉 再盖上盖子 最后打开盖子就能将小球变回来 因为魔术师的杯盖上面还隐藏了一个半圆球壳 所以在表演的时候把绿色小球拿走再盖上盖子 最后再把最上面的盖子拿起来留下半圆球壳即可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凭空变出一根坚硬的彩色棍棒? 因为魔术师所用到的棍子是特殊材料制作而成 表演前魔术师会把这根棍子一点点的收缩起来 收好的棍子底部有一个开关 表演的时候只需要按压棍子 开关就会自动打开 最后只需要握在手里再放松 就能瞬间变成一根坚硬的棍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关